當然回到日本 這一次北韓所發射的這個火星12號 中長城的彈道飛彈 翻越日本的上空當然也造成日本 包含某些地區的這些列車 甚至停駛發動的這些警報 當然國際社會也不斷地踏罰跟譴責 有人也說其實以日本來說 他們應該也有足夠的一些 防衛的一些能力 大家也很好奇說日本在這一次 所面對北韓飛越上空 這個飛彈的這些挑釁 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一些回應的狀態 到底是抱有怎樣的一些態度 是不是也請老師可以繼續幫我們分析 日本的國防實力到底怎麼樣 我看美國之音今年6月20號有一篇報導 他說日本的限於軍人不過24萬人 好像跟台灣差不多 然後在環球火力的排名當中 日本是名列第17 但是在世界最權威的軍事排行機構的 整體軍事實力排名當中 日本高居世界第5 特別是日本的海軍更加強大 美國有個智庫叫外交關係協會 他有個資深研究員 是個日本問題專家 他叫Sheila Smith 他寫過一本書就是日本強軍在一起軍事力量的政治化 Japan Rearmed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Power 他在書裡面這樣看的 他說在主要的武器系統方面 他日本在技術上處於領先行列 如果你看一下他的武器裝備 那麼日本擁有一些世界上最先進的硬件 他還指出說日本擁有非常悠久的海上力量傳統 這可以追溯到一個世紀甚至更遠的年代 日本是繼承了以前的非常豐富的海戰教育 和對海戰戰術的深刻理解 他說這個Sheila Smith認為 日本的這些經驗飛很重要 因為不只是說你有什麼樣的船 船有多大 他認為說日本的海戰知識博大精深 只是日本不會像美國的第七艦隊 最後中國海軍那樣表現出來而已 這個這位作者透露 美國的海軍就非常敬佩日本的海軍能力 那麼美國海軍認為 就日本的海軍的專業精神和知識而言 日本的海軍堪稱世界上最好的海軍之一 那麼他的看法是說 古今中外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戰力 不勝美局 他說看看烏克蘭戰爭 大家都以為說俄羅斯有一支非常先進的 現代化軍隊 但在戰場上和烏克蘭之間較量的時候 俄羅斯表現看起來不怎麼樣 所以這位日本軍事專家強調說 很難講日本的軍事實力是世界第四還是第五 或者給他一個什麼數字 他說人們是可以用一個數字 來說明軍費規模 來用他來排什麼軍事實力的高低 他說其實軍事實力的高低 只有在戰場都打響了以後才能真正見分曉 那麼就軍事實力而言並沒有真正的排名 我的理解是他講的其實是說 中共好像海軍的敦衛很多 軍艦很大 但是你要論海戰經驗 中共的經驗 基本上大艦的海戰經驗是零 所以這種時候敦衛和作戰經驗 相比哪一個重要 當然是作戰經驗 那麼至於日本對這個中程飛彈的防禦能力 目前當然是日本的軍事機密了 但是既然北韓已經多次了 我講到過是七次發射飛彈從日本上空飛過 所以日本我相信它早就發展了防禦系統 只是日本不會向外界詳細說明而已 那麼為什麼這七次北韓飛彈威脅日本領土 日本都沒有擊落這些飛彈 關鍵是在於說日本只會擊落 真正對日本國土構成威脅的飛彈 但沒有必要去擊落在高空路過的飛彈 這句話我很強調的是高空路過 不是說每顆飛過日本的飛彈都要擊落 像這次北韓發射的飛彈 日本當然很容易偵察到 那飛彈它發射以後的軌跡 它朝著目標區飛過去的時候 它是成一個拋物線跟炮彈 那麼這一枚飛越日本的飛彈 它射程是4500公里 在空中一共飛行20分鐘 那麼它經過日本北海道 和東北地區的上空以後 就日本的本州的東北地區上空以後 落在日本東面3000多公里的中太平洋 那按照它的射程軌跡 還有日本的地理位置來估計的話 就是說這枚飛彈飛過日本上空的時候 就是它從發射從北韓發射了以後 這個飛彈正在往高空飛往上飛 它才走完了它整個射程的三分之一 那如果把這個軌跡 畫在一個三維空間圖上的話 它拋物線的那個最高點 是發射以後飛了2000公里的時候 那才到了最高點 而經過日本的上空的時候 這個飛彈才飛了1000多公里 正處在這個 如果這拋物線是這樣來看的話 左半段這個拋物線 當時飛彈經過日本的時候 是在這個左半的中間這個位置 那麼在這個左半段的軌跡的階段 飛彈是在繼續爬升 朝軌跡的最高點飛過去的 所以飛彈經過日本上空的時候 實際上不是朝下打 是朝上飛 也就是說你從平面地圖上看 飛彈正在穿過日本 但是你要從飛彈在空中距離地面 這個垂直距離來看的話 飛彈的位置 飛過離日本的時候 它的實際位置是離日本越來越高 起碼離地面幾百公里 當然它對日本就不會構成實質性威脅了 那只要這樣的飛彈是一種 虛張聲勢的恫嚇的話 它不構成對地面的實質性威脅 那讓它走過去是最佳的選擇 否則的話你如果把它在高空路過的時候 把它攔截擊落 反而會有殘骸會掉到日本自己的地面上 這就是為什麼日本沒打 沒去打算擊落這個飛彈 原因就在這裡 換句話講就是你不去打它 它不會掉下來 你去打了它 它反而掉在你領口上造成破壞了 本來它是往上走 越走越高 離日本越來越遠了 不是越來越近 那麼因為是日本軍方 從這枚飛彈發射之後的軌跡 就可以判斷說飛彈距離日本的距離 始終是在幾百到上千公里 然後它落點離日本有3000公里之遙 所以實際上日本也是有能力 擊落這個北韓的飛彈 但是它沒有用 就是日本有兩種飛彈可以 一個是在軍艦上發射的 這個對高空式式攔截 叫做標準三型飛彈 另外一種是在飛彈飛向目標的 最後階段攔截的 就在這個飛彈的拋物性曲線 最後階段攔截 那種是愛國者三型的這個真誠飛彈 但是日本有這種飛彈 他認為沒有必要用